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 能让CCTV和各大媒体不远千里过来进行直播宣传 场面极其壮观 做无虚席 堪比NBA 就连姚明都表示一票难求 如果有机会一定去感受现场的热烈气氛 这便是短时间内火遍全网的贵州村BA 在这里 你可以享受到最纯粹的篮球联赛 没有一丝商业广告的气息 只有男女老少无限的热爱 从白天打到第二天都属于家常便饭 给予胜利队伍的奖励也非常接地气 没有奖金 也没有奖牌 但冠军队伍可以获得一头黄名 然后骑着回家 第二名自己去牵两头羊回家 第三名的话就抱一只小香猪回家 敢问还有比这更豪横的奖励吗 可惜的是 在这种优良的篮球环境下 放眼望去 居然凑不出一只职业的CBA球队 但这还不只是贵州 另外还有众多对篮球热爱的省份 也一直被CBA拒之门外 反之 像浙江和广东都各自拥有三只CBA球队 可为什么其他省连一只CBA职业球队都没有呢 这其中步伐有一些不确定的原因 但主要和姚明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有关 时间回到2012年4月份 贵州森行在贵州省遵义时成立了首支职业篮球队 在经过2014年 中国篮球协会的评估后 便开始征战NBL联赛 森行篮球俱乐部投资人何文的判断 只有17支队伍的CBA阔均是一种必然 于是俱乐部拟投资1.5亿资金 力争5年进入顶级赛事 在那两年的时间 众多球队接二连三地打入CBA 就连请的外援都是不低于NBA水平的 这也导致许多CBA球员流失 来到NBL 时间来到2016年 森行成为了中国篮球历史上第一个完成黑巴奇迹的队伍 带着满腔热血成功杀进了NBL决赛 可是声不逢时 圈内突然传来一大不利消息 未来五年内CBA不会扩军 而且整个经济体制也会做出改变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 官方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那一刻 所有NBL的球员心都凉了一大截 特别是那些球队 俱乐部的投资人 如果无法进入CBA 那这些年投入的巨资岂不是白给了 在已经成为冤大头的最后时刻 众多投资人秉着能撤一点是一点的原则 纷纷连夜跑路 直到2020年 姚明才站出来辟谣 说自己曾经没有说过CBA五年不扩军的政策 但是已至此 无力回天 现如今 再看看此时的CBA 什么都变了 唯一不变的还是曾经的那些老球队 没有了马内的运作 就不会再有新鲜的血液流入 众多球队也没没能熬过这五年 所以都以销声匿气 像那些勉强扛过来的球队 也没太大的作用 只会常年处于垫底 一个赛季只赢两场球 严重影响了联赛的观赏性和竞技性 而贵州森行也在当年被爆出了不发工资的丑闻 球队原地解散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那一刻 森行的球员们再也不是创造黑巴奇迹打进总决赛的热血青年了 而是为了生活 一起抱团前往遵义的一家劳动局 就这样 最纯粹的篮球离我们越来越远 少年时候的那份青春热血也随之消散 这样的结局难免让人唏嘘 如果恢复升降期 CBA能回到最初的模样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